受到寒害的影响地上满是落果 新竹县约有五个乡镇主要种植果树的地区 受到严重的寒害 不仅血本无归 就连卖出的价格也不是太好 本来我平时有说我用拿防布来盖 今年就比方没有盖它就来不及了 这样损失很惨 今年大概我们能量去来试试 看现场就知道了 哇一大便 我们也不晓得 寒流第一天第二天我还不觉得 三四三天以后 我怎么掉一大便我就吓到了 我们就说哎呀今年惨多了 收成今年大部分都很惨了 航口卖的拍卖 我们都给航口拍卖 也不是价钱很高啊今年 对我们一箱的话 大概航口报来说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 只要扣交工钱都没什么钱 今年很多海里都这样很惨 而且价钱又不好 那我们果农真的 这年我也幸悔一人 这次含害影响最大的是柑橘类的果树 县政府在会诊果农的讯息后 也邀请相关单位勘查含害受损的状况 并且给予相关补助 陆陆续续会同我们的改良厂 还有我们的农粮署新竹办事处 还有公所县政府等单位 下乡做一个灾害的勘查 那据勘查的一个结果 大概有竹东等五个乡镇 有达到这个灾害现金救助 以及低利贷款的标准 包括我们的竹东镇 新补镇 琼林乡 恒山乡以及宝山乡 那主要的作物是碰干 海梨干跟其他的一个干局 那这一次比较受损的大部分都是冻伤 或者双害 落果等等的一个灾前 日前农委会指纬林聪贤 也特地前往新竹县 勘查农做受损的情况 并且在相关单位的勘查判定后 也会给予适当的补助 开播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